這時候戴口罩就非常重要了 不過呢 戴口罩做好防疫 但是呢 如果把口罩隨地亂丟 現在可是會面臨重罰的喔 因為使用過的口罩戴有病菌 可能成為防疫的破口 因此高雄市衛生局就下令 從即日開始將會加強茶器 一旦抓到民眾亂丟口罩 出飯會罰三千六百元 累犯的話 每次重罰六千塊錢 絕對不寬戴 欸 真的有口罩啊 火車站內清潔人員小心翼翼 從垃圾桶內挑出 使用過的口罩裝袋處理 我們會那個垃圾 我們跟機緣的全部都會分類 口罩會特別注意就對了 對 就怕口罩上戴著病菌 已不小心成為防疫破口 但像這樣的公共場所周邊 卻有不少民眾 把戴過的口罩隨手丟 我就會有一兩個都丟在那邊這樣 不只火車站醫院附近的樹叢 也隨處可見棄置口罩 不過提醒民眾 接下來可要注意了 高雄市環保局為了遏止 亂丟口罩情況 將要加重開罰 環保署有公告的話 就是第一次 如果直接被舉罰的話 就是拆除的金額 是從三千六百塊開始 這個行為是不經過勸導 會直接做開單告發的動作 即日前宴朝有民眾被檢舉開罰一千兩百元之外 4月3號起亂丟口罩被檢舉第一次罰三千六 雷犯每次罰六千 環保局大動作在各大公共場所張貼公告 要設置口罩垃圾桶 加強巡邏查器 就怕口罩亂丟成為疫情破口 記者科程號高雄報道